朋友們好,我是老相 火箭這台車的話,今早上還是沒有打著 要著要著著,但是著不起來 剛剛弄了一下,因為我一個人確實沒辦法 火箭也沒起來,一個人的話要打馬達 要在外面檢查一下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說很麻煩,一個人確實不好幹 必須要有兩個人才好幹這個工作 現在馬上又接了一個電話 出去救急,一個斯巴魯的水箱 壞了,叫我過去換 斯巴魯森林人的水箱 唉,沒辦法,先去換水箱吧 因為他們都還沒起來 山瓜在這裏,火箭都還沒起來 我一個人確實沒辦法的 這個東西,要在打馬達,要在外面噴花精機 要檢查一下外面的問題 啟動機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說現在還沒有殺到車 然後晚一點回來,如果不行的話 就把機械幫裝上 好啦,我們去救急了 去救急斯巴魯 現在工具和材料已經準備完成了 因為它那個水箱的話 準備了兩個 這個是帶那個,帶那個波箱散熱的 然後下面一個水箱 不帶波箱散熱的 所以說帶兩個水箱過去 萬一不對的話可以 可以調方一下,要不然跑太遠了 在陽府山頂上 我們在加油站加油 加油完油了就馬上出發了 開了一個多小時 總算在陽府的半山腰 這裡是陽府半山 再有幾公里就到陽府山頂上了 那是陽府觀景台 來,總算找到車了 哇塞,哇塞,我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咋回事,咋回事 來來來,我們的救援車也著火了 著火沒有 哇塞,那麼流油啊 哇塞,沒問題的 買個蓋子來換了,七面四蓋 這個是七面四蓋流油的排氣管上 換個排氣管電池 你的火花車也是一樣的 全部進油了,不用看 它是全部從那個位置生出來的 好好好,馬上給它弄 行,這個故事就不白了 反正你回去再說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石巴魯哪裡 油箱哪裡壞了 哦,這個水箱 這個鞭子 這個鞭子 這個鞭子漏水了 只要換 一鋪上去就滅了 這個是屬於不在那個 不在波箱山那裡的 不在波箱山那裡的那個 它全部噴到精氣 進去到裡面,空氣力心就打死了 好,馬上拆下來換 現在我們打開水箱蓋 看上面有白色的墨子 會不會存在說是 雞油跑到油箱水箱裡面去了 看到沒有 我剛剛打開水箱蓋 讓我再檢查一下這個 這個不是加油口 加油口在哪裏啊這個 加油口不在前面啊 加油口 加油口了 這個是不是那個加油口 這個是屬於波箱杜利邦 哦,這個是加油口 等一下我拆開來看 現在我們把上水管拆下來 看一下裡面 有可能是雞油跑到水道裡面去了 有可能是雞油跑到水道裡面去了 拍一下嘛 看到沒有 裡面全部是這種白色的泡沫 爐化了 你說這個油是以前有人跟你加豬的又加錯了 可能加錯了 哦,以前加過油在裡面 以前加過的 哦,天啊天啊 朋友們我跟大家說一下哈 這裡面的白色的 白色的點子 看到沒有 包括這根管子裡面 這管子裡面你們看得清楚嗎 這樣 看得清楚 先前看得清楚 這個白色的 是以前 在修理場的時候 修理工跟他 把這個 助力油加到裡面去了 助力油在那裡加到 加到裡面去了 然後洗過 連這個實質都換過 我現在聞這個味道的話 也是有助力油的味道 這個 確實有助力油的味道 跟助力油的味道差不多的 不是機油 因為我也問過師傅 沒有高溫嗎 你全程沒有高溫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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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高溫過 那就是以前加錯了 要不然的話你 而且把這個水箱洗了好幾遍 洗了好幾遍以後呢 估計還有裡面洗不乾淨 對對對 確實是這樣的 好好好 那就最好 要不然的話是發動機 漏機油過來的話 那就麻煩多了 應該不會 應該是這樣的 現在舊水箱已經拆下來了 新水箱在這裡 對比了一下對的 它這個是一四款以後的 它這個波箱散熱器就不在水箱裡面 我們帶了一個波箱散熱器在水箱上面的 但是它這個就不是波箱散熱器在水箱上面的 單獨在水箱 OK 裝上去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這個 已經裂完了 看到沒有 來 然後看一下這個口子 那已經裂了 看到沒有 嗯 口子看不 到底看不看得見這個口子的 嗯 裂了這麼長一條 然後它裡面那個 油的話 聽師傅說它以前是別人把那個 放上豬的油 跟它加到水箱裡面去了 然後他們水箱下來拆個洗個 清理個 最後 現在還是有油在裡面 看得出來裡面有油的 現在就應該不是發動機的問題 以前 以前加過那個波箱油在裡面 所以說把這個水箱換上去就行了 加了油 只要有油在裡面的話 水箱最要是換了 不要不要再用了 要不然散熱一點都不好 好吧 裝上去 這個舊水箱上 哇塞 以前這個散熱一點都不好 你看全部都浮上去不出了 它以前這個裡面 進了油之後 現在這個好髒 散熱一點都不好 現在這個 前面的那個冷凝器 好難裝啊 下面兩個螺絲 這是舊的嘛 在這下面 現在已經裝上去了 冷凝器已經裝上去了 然後放上去的話 就把水管接上 把風扇裝上 OK了 現在把水箱全部裝完了 螺絲全部緊固了 包括架子螺絲風扇螺絲 還有水箱的兩個擦頭 風扇風扇兩個擦頭 全部裝好了 結果現在就是回水服了 來看一下回水服裡面 是啥 我倒出來給你們看 全部有油 這樣看 看到沒有 黃色的 黃色的就是油 看到沒有 來 看見沒有 它以前是 加速油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方向柱的油 加到水箱裡面去了 哇 是這麼多 它不是發動機裡面 用成的油 那是最好的 要是發動機裡面 油的話 那就完了 看見沒有 看見沒有 全部就是這種 啊 好了 跟它換了 待會兒試一下車 現在 防弄業也加好了 試車 打灶火試一下 防弄業全部加 加好了 跑一下試車 全部都裝完了 OK 試車 應該是沒問題 它以前就是那個 水箱裡面 加了 再加了那個 助力油進去 搞得水箱搞壞了 煮得高溫 好吧 再把 進氣管裝上 好了 這進氣管裝上就完了 好了已經完成了 現在把 空力性給它換了 因為它舊的空力性的話 這個水箱那個口子 從這個進氣口 進了水把它打濕了 所以說 帶了一個空力性過來 給它換了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水箱蓋 水箱蓋的話 我把它舊水箱這個蓋子 交給人家駕駛 就是說有問題 它就把這個 如果水箱蓋的問題的話 就斷舊水箱蓋子 然後防弄業我剩了一點 還是給它了 那時候在路上自己加 現在風扇也斷了 它一打開空調 風扇就斷了 如果說 證明就是說 空調的電路系統是好的 如果說溫度高了 風扇還不斷的話 那就證明這個水溫感應 再跟傳感器上有問題 現在這個車子的話 斷列上是已經修好了 準備去啦 回家 還有火鍋的車子整個修啊 拜拜 拜拜